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体育频道 接下来我们为您直播 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决赛 大家现在看到在常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现场现在进行的是南丹的冠军争夺战 由中国队的林丹对阵田厚威 今天的转播我们还是和前国家队的南丹选手 龚伟杰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个比赛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开局是林丹4比1领先 田厚威是1992年出生的一个福建的小将 在林丹面前是一个小字辈 然后田厚威跟林丹其也可以说是一个老乡 都是在福建 林丹是龙岩的 一个来自龙岩一个来自福建三明 都是山区吧 三明应该也在山区里面 好球 守顶区突击杀对角 田厚威曾经在09年的时候获得过世青赛的南丹冠军 当时他也是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比林丹将近要小十岁 看9岁 双方都是控制对方头顶区 开场田厚威的战术其实跟昨天王正明的战术很相似 都是打得比较耐心 通过多拍了 然后来抓突击 因为田厚威的打法也是通过四番球的拉开之后 突击创造进攻 可是他在整个爆发力的输入上会比小明突出一些 在先前结束的蓝双比赛中 刘成和勘俊拿到了最后大师赛的冠军 这也是刘成勘俊职业生涯第一个冠军 为他们今后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希望他们加油 你们还是在头顶突击直线 然后上网出球 中国大师赛今天的五场决赛 都是在中国队队友之间来进行 决赛的冠军亚军最后都是中国队的选手 所以有人也球面也调侃说 这可真是中国大师赛 简称全国锦标赛 不知道今天田厚威的发挥会不会爆雷 这是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观众 更想所期望的 林丹作为一个老队员 现在也成为了 就是像当年很多过去的名将一样 成为了年轻选手 需要借他们来成名的梯子 就是年轻选手 谁能够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比赛当中击败他们 就能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和在球迷当中的认可度 最重要是现在的明星球员 和游影显地的球员越来越少 不像原来很容易碰得到 平单打的也是非常耐心 在多拍当中不急于进攻 整个场上的战术跟昨天很相似 因为田后威在以前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曾经战胜过李宗伟 他在13年的澳大利亚的黄金赛当中 跟这个赛事的级别是一样的 所以这名小将呢 在今天还是表情出的冲击力和气势 比起一般的年轻选手要强了很多 8比5领先 好球 哦 这球快了 这个球是田后威早有准备 过来抽了个对角 当然这球也比较冒险 这也就是他的暗处打林丹在明处 所以这么打的林丹没有想到 像原来的林丹 这拍一般又是他的正手 他肯定登出去抢攻球 因为这个球抽对角也是从对方的正手过 而且抽的这么平没有过头 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就是林丹没想到 他会打这条线 一拍起跳变速 像这样的抓球变速 现在的球我越来越难看到 在前面呢 今天下午已经结束了三场决赛 那个女双是落银落鱼取得了冠军 混双刚才 莫远杰已经介绍了 是康俊和刘成夺得了冠军 女单是刘欣夺得了冠军 刘欣也是残年了这个大事才的冠军 牛欣其实打这个女单 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绝对实力 比别人高出一截 对 多拍还是前后威 投准区回球出界 林丹贴成9比7 9比7 谢谢林丹领先 前后威现在这段时间的多拍 是打得很不错 可是他还是要加强几拍了 连贯的进攻 不能全是多拍 可是你可以分辨出在多拍当中 最后失误的 这是刚刚夺得女单冠军的刘欣 和张宁在一块 5,7,3 5,7,3 5,7,3 想抢攻 结果自己对角线攻出了边线 11比7 林丹领先 到了第一局的线线 年轻选手和老队员比赛 尤其是面对林丹这样的选手 前后威在这个防守方面 年轻队员的整个的防守方面 他们还是要薄弱很多 从这个场上的信心 还有对对方进攻的判断 和自己防守的移动 都是和老队员相比差很多 所以他的战术选择他只能攻 他就只有不断的找机会去攻 你一旦让林丹先下压 前后威就非常难办 防不住我一拍就打死 而且林丹的那些球 其实也都是打的落点 也不是说我咬着牙 然后付出很大的体能 管管就是林丹在处理球的时候 他的角度会更好一些 所以对手相对就比较吃力 两个人比起来在打起多拍当中 一个是拉掉 再一个就是攻守 你总还是拉掉的目的 是拉开对手找机会下压 但是这个攻守两方面 林丹的这个防守和手中反攻的效率 比前后威要高多 最主要这也是林丹一直以来的一个打 所以他不是特别好的机会 我不一定先下火 然后所以多拍他也更耐心一点 其实还是回归到 只是田后威的一些战术 或者一些球路 给不到林丹很大的威胁 所以林丹打着整个心态 没什么变化 就正常来处理 他也不会怕你的多拍 又是一拍抓突袭 田后威还是要在控制对方的两底线 他这种推球 一个是自己的出球的质量 再一个就是对林丹的进攻 这种下压 无论是批杀还是点杀 他这个要加强 现在人家一拍就落地 挡都挡接都接不着 你哪怕挡网质量不高 你也得让他下一拍 他得上网 再来拿这一分 这现在是只要起跳就有 自己批杀又接外 本检还是守不住 守不住 所以他只有抢弓 对 而且你抢弓肯定要速度 你速度愉快 你心里肯定会残 就有些着急 有些球手上的变化都就改变了 而且他也觉得 我怎么打过去 林丹都能接得到 你慢慢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自然就打接外 对 有个半场球 下不过这个机会披杀 两位选选手都是左手持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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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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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球是出界 前后杯是来自福建 那么现在看就是福建羽毛球队 福建队也好 厦门队也好 在今后全运会 听说全运会也快了 对17连还是有机会夺冠 下一届看来还是福建队 所以这就跟打单的 就是打这场比赛一样 如果说昨天王泽民把阿丹赢了 有可能下次碰到他 他的整个心理变化就不一样 就还是要突破 现在这一下能摸着球了 不是让林丹一期晚就有 只是在接杀挡网的时候 要求质量太高了 想挡得更贴网 如果球没有过 林丹在这一战比赛之后 还将继续参加亚洲锦标赛 来尽快地赚足够的积分 有一个半桶球 林丹自己杀球没有杀过去 通过高质量的正手放网 放了一个滚网 随便车过来就 特别非常危险 已经猜错边了 还是要求太高 显定到地板 这时候抽杀打对方一个追身 我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林丹所有的球几乎没有起跳 一般就正常的走路式在移动在打 只要它起跳就必须要见到效果 是 好 接着是 17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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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球出底线也是比较可惜 直接挑出来界外 18比11 所以第一局比赛来看 田厚威还是对这场球非常重视 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赛来冲击一下林丹 但是从场上打的来看他的失误还是太多了 自己的基本技术还是不够扎实 最重要其实就是个实力 毕竟林丹大大十岁了 别看出啊 林丹美一下球跟球拍触碰到那一下 那一刹那间球速就比田厚威快 出球的速度 虽然它是对的还是对的 它都比这个球速弹出速的速度 都是比田厚威出速的速度快 欢迎订阅 去数字幕 小风银 小风银 dalam冰采 小锅 碎 小桃 小火 小银 小火 小火 猫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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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林丹一个正手底线掉往前的球 直线抓住前往扑煞 太着急了这球 这已经打到了天后卫的手上 因为前面防成功能太少了 这球好不容易有一个能够手上的球 没有控制好 这是林丹获得第一局的局点 $70 $40 10 林丹21比14 先拿了第一级比赛的胜利 然在今天的这场 南丹的决赛当中 林丹在中局就把比分拉开 后半局比分差的比较多 前后背不能打出小高潮连续追分的话 后面的比赛其实给林丹的威胁也不大 最终是21比14 现在是林丹1比0领先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今天进行的是这项赛事的决赛 在昨天我们解说的时候 说这个星期二是进行资格赛 实际上后来了解了一下 这次比赛由于报名的球员有限 都没有报名 报满足够的牵位 所以这次比赛周二是没有资格赛 按照原计划是周二资格赛 周三开始第一轮正赛 那么经过这几天的比赛之后 现在已经到了星期天 来进行最后冠军中的战 五个单向的决赛 都是在中国队的选手之间来展开 这场林丹对田后威的第一局比赛 林丹也是21比14 赢的还是比较轻松 从比分中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场比赛 是没有太多悬念的一场比赛 三十四点 三十五 三十四点 三十四点 三十八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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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丹自己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呢 他说既然自己决定要做这个事 来看这个球 转直线 完全通不破 林丹在场上楼上这个速度 反应连续转换的能力 一般的选手没有太快 所以如果你是在场上不能够 出奇制胜的话 即使出现机会 像刚才这个球看着天后威比较主动 可能他的反击会比你更快 需要连续 就连续性很重要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就需要你 练 林丹缺席国际比赛8个月 林丹为什么还是不可战胜 就我个人认为 最重要的是 林丹依旧对羽毛球有着无限的热爱 对比赛充满了欲望和激情 对于他这样级别的选手 非常难得 加上他的经验 如今的林丹比以往更加强大 有点反击的机会 虽然自己没有能够打中 再一次刹球下往 这场比赛两侧 刚才我说的那个 他04年时候 他肯定没有想到 自己还会参加巴西奥运会 真想不到 有可能退役 当然就是想着 可能我打完08 打完08再看看 能不能打1、2 绝对想不到 还要打16年 就是说在他到了这个岁数 发现 本来一般人认为 这个体育比赛 他是后浪推前浪 发现后浪没上来 对 王正明 发现你们后浪还推不动我 那我就接着打 对于08年奥运会 林丹的心理压力是最大 如果说林丹没有拿 这届奥运会冠军 对于他 就说现实一点 其实很有退役的可能 他也不会打到 12年的伦敦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先前的努力 再加上一些后天的 还有一些铺垫 还要打16 我觉得去年的市井赛 千年市井赛 如果陈龙的这个40p决赛 真的赢了林丹 我估计林丹也算 那次市井赛对于林丹 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场球 我觉得现在羽毛球的男子单打 就是一个金三角局面 林丹 李中伟 陈龙 陈龙是要去冲击 这两位选手 跟着 陈龙的 高球对抗 我们的步伐是比前后的要好 其实这个在双方都控制对方头顶的时候同样天后位突然结合了一块煞直线 林丹也有一块突然的头顶煞直线 但林丹那个接鲨就比他要轻松的多 也造成了自己的接鲨的这个质量 林丹要比他好 那么衔接下一拍的时候 林丹肯定比他有关系 这个多拍打完双方的体能消耗都特别大 林丹好像没有找到水 他在鱼在里面 箱子里面有没有粉 箱子里面有没有粉 它是这个喷 没有那个 黄黄 它喷那个 黄石粉喷在 火瓦上 现在把你包放好一点 现在 现在 包包放好一点 六比三 6比3 双方重新开始比赛 每个铃铛接线完之后 上场都有好几拍家事 就把比分拉开 我再缓解一下自己的体能 反过来说田后威 他也同样休息了 他还比林丹年轻时对 但是上来之后 这两分他就没有能够跟上林丹 可是这就是林丹的特点 他有爆发力的突击 田后威他没有 他只能拉多拍 然后打一些漏洞 林丹可以主动穿进攻 田后威主动穿进攻的话 很容易被林丹反击 这么说地根本都打不了 根本打不了 有时看这个决赛看会有一些伤感 就你打了半天看了半天 始终看到一位选手在打 所以你没有看到多元化的东西 可是对于体育来说 这点也非常残酷 因为你只有一个人 这个项目只有一个冠军 取得就永远就拿不到冠军了 对于一个对羽毛球乐爱的运动员来说 真的挺残酷 11比3 林丹领线到了第二局的界限 在这个分战赛 这一战比赛也是一个 世界语言第二级别的比赛 高手都不会参加 只有像林丹这样的 大半年没打比赛 现在是急于要拿几分 就得从这种小比赛打起 不然他参加世界超级赛 他可能得去从外考赛打起 他得从预选赛打起 可是 这个比赛你可以看出 虽然他八个月没有参加国际比赛 可是他的整个状态还保持得非常好 就是说这个比赛 他参加的这个 这个比赛跟他不是一个比别 对 葫芦阳寻 这对于小 不说小队员吧 对于像王真明 田鸥威这样的优秀的 在已经逐渐往上走的一些选手来说 是冲击林丹的最好的机会 跟这两场比赛 从这两场比赛来看 两位同学还差得有点远 挡对角这球没有过 林丹的这几个失误 像他两个半场球 山下瓦 还有这个挡对角 都是对手给他压力太小 所以他在场上 对每一胎的专注度 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造成的这种失误 就觉得这球 我就这么一打肯定过去 不过不是那么小心 田鸥威给他的威胁太有限了 田鸥威也是不停地在想办法 可是田鸥威的擅长的战术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 他一定先是拉开的 你可以看出他没有说 从发接发开始就主动 说要创造进攻 所以你就会给对方 很多就是心理暗示 就你不会攻 你没有给我多少压力 这一排的杀球时速应该达到300多 还有筷子 如果筷子上的东西 还有筷子上的我 拷工 没有筷子撞到 拷工 安全啊 6 med 15 他的力预告 往弃 一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排球还是要求高 他还想快点勾个对角线 那你应该起来呢 挑球 然后挑位可以攻 所以说整个距离呢 就要求的比较近 造成了失误 大红球 挡起来 抽对角跟粉机 重新形成多拍 全部都在拉掉 全部都在拉开 要主动球 天文也没有去竞争这一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铃丹 所以说他整个厂上的移动会比较慢 他也不急 就通过手上的控制来调动 去年世锦赛 香港队的一名选手 在赛前接受采访 他说了 说这个 记者就想定办法 说你能不能冲 就是明天要打铃丹了 能不能冲击一下 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这个队员呢 就一再地表示 我打中过铃丹 我明天 他就表示 我不是铃丹的对手 铃丹 他的意思就是说 铃丹比我水平高 然后记者不甘心 一个劲地问 就是说你怎么才能够 打赢他 打赢他 给他制造一些麻烦 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 我打不过他 这个人家是奥运管理 最后他就说 你年轻 这个是不是你的优势 那个运动员就说 铃丹比我们年轻人还快 就是人家说得非常清楚 他也很说得很现实 因为有很多 大概年轻的运动员 他都心理上 都是在想的 因为铃丹虽然他年龄在这摆着 三十来岁 三十多岁 可能有三十 三十一吧 我们就按三十一来说 中暗三十一算了 但是这个 但是真正就像那位运动员所说的 他比年轻人还快 他的速度 这也在前不久 中国羽毛球队也说要拍摄一部电影 羽毛球的电影题材 李永波总教练任出品人 李庚出演 铃丹也会参与其中 而且除了铃丹之外 还有富海峰 成龙 李雪瑞 蟑螂 赵云雷 徐晨等 现役的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 前来助阵 电影的名字叫做《轻与飞扬》 大家到时候上映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一个林丹成为这种 就是现在这种球王 对羽毛球为什么不好 他的比赛的观赏性 并不是像陶飞克和费德勒那样 他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大师 他是一个借力打力的人 他是你打他 他反弹特别厉害 所以他的比赛的观赏性 并不是这个羽毛球喜欢最好 陶飞会玩 他会表演 让你真正能感受到这种意识 这种创造力 林丹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选手 其实林丹的正手 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时会停顿一拍推对角 这个拍他也是看着陶飞克打出这个拍 然后平时训练中 加以去模仿去学习的 就是说他的手上的技术 从来都不是最好的 从来都不是最具这种羽毛球魅力 所以看他比赛 跟看费德勒的比赛 和看陶飞克一边倒还不一样 你看费德勒打别人打一边倒 6比0 6比1 6比2 没关系 他是有观赏性的 但林丹打别人21比10 他的观赏性是不如费德勒的 6比0 6比1的有观赏性的 林丹最后取胜之后 大家会问你觉得林丹怎么样 我莫得回答就是 林丹真的是很强 你又会这样回答吗 他一开始他从年轻 他就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队长 从这种技术上 在林丹之前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他往前的技术还是比较粗糙的 是他后天去磨的 他是磨出来的 他不是很有天赋的那种往前技术 他的整个天赋 他的能力 还有他的爆发力 这几个天赋还是 不是练出来的 这就不是说林丹不应该这样 而是说就是这种现状 他一个现实 就是造成从这个项目的比赛来讲 他的本身的这种价值和观赏性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踏网球 林丹的比赛最有观赏性的就是他的水中反动 就是你攻他 那个确实是他的这个特长 你再好的机会攻林丹 也可能被他挡一个直线 你挡的质量特别高 你一上去还忙忙叨叨 他抓你一推球 就是唯一的这个环节 确实是林丹的特长 其他的他就是拉开 找机会你一拍不到 我打你一个 其他的其实确实有没有 上一球 真的是毫无悬念 这个打到决赛了 第二局也就九分十分 是一半的分数 因为林丹这个打法 他的拉开突击的这种打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从技战术上来讲 但他就是他的天赋 他的能力比别人要强 他就变速的那一下 这个又 这不具备推广性 其实别人都是这么打的 别人只是打不了他这么好 最后比赛结束 林丹是轻松的赢了第二局 这样他在今天的决赛当中 是2比0战胜了自己的小队友 田厚威 林丹再次夺得了中国大师赛的冠军 这场比赛是今天结束的第四场的决赛 等一会儿还有一场混合双奶的决赛 稍后我们再回到中国大师赛的总播